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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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特別的系列 老弟在那邊 鬼搞 我們來一個突然插入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義的學習到 但永遠不會缺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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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插入系列 怎麼講亂入 經紀人 我們用一個亂入的時間來 來講一個鬼故事 就這樣亂入進來 就這樣直接進來了 不用前戲了 我們就直接 我會有想到你待會錄影吧 不會不會 好我們就直接來 反正就先跟我們聊個鬼故事 剛好你上次有聊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就直接插入直接開始講 直接開始嗎 好可以嗎 可以來吧 好來 怎麼突然變 好像玫瑰之夜的感覺 一秒切換靈異錯別字模式 好不好 是不是專業的 以後心裡會有陰影 不過先戴起口罩 好防疫防疫 還是要做好防疫東西 社交距離 好上次這個老弟跟我在閒聊 吃飯的時候閒聊 他突然間聊到一個恐怖谷 對 我那時候以為是什麼 美國愛達華什麼州什麼的 那個死亡谷還怎樣的 那後來發現恐怖谷是一個理論 對 對 那我們想說那是什麼意思 他在講什麼 他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其實很多心理學家提出了一個理論 後來這個 連佛洛伊德都拿來講 他講說我們對一些擬人化的東西 會有移情作用 比如說什麼 像威爾森那個排球 我們畫上人臉之後 覺得他很親切 對 覺得好像很有感情 這就是移情作用 但是如果這些東西 向人向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太擬真了 我們會突然發現 他不是人的部分 會變得很矛盾 很奇怪 像是那種擬真機器人 或像玩具總動員 大家看過 裡面那個玩具反派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驚悚感 就是他有點已經不是 你明明知道他是娃娃 明明知道他不是人 但是他已經像到像人了 對 理人化 等你會突然發現 他不是人的一部分 像有些日本不是很流行做那種 人型機器人 對 就是他們因為防疫的時候 他們要減少人與人的距離 他們就是做擬真機器人 來當成克服人員 對對對 那種感覺 真實感到你就覺得 這個越看越可怕 就首要的恐怖果 他就說我們對理人化的東西 親切感到某種程度之後 會突然掉落鼓 屍體 喪屍 跟鬼 你知道他那個是人 但你也清楚他不是 恐怖果然就這樣了 因為我剛好這要講的是說 像鬼娃恰奇 他就是類似像這樣 恐怖果理論 延伸出來的電影作品 對對對 好 那你這樣子講的話 我來講一個 跟恐怖果算有關聯的恐怖故事 好 這故事發生在日本 有一個小女孩叫田子 水田的田 田野的田田子 那田子他在小時候的時候呢 住在他家附近 有一個老老舊舊的神社 有點像我們坊間的那個小廟 對對對 他那時候下課就會跟同學 到那個神社附近的空地玩 有一次玩一玩 他赫然發現 神社旁邊有一個娃娃 但那娃娃不是什麼作服娃娃 或是什麼女兒街那種 很你真的娃娃 不是 他是Q版的那種娃娃 布娃娃 塑膠娃娃那種 比較可愛的 田子一看到那個娃娃 就覺得 哇 他就很喜歡 他就把他帶回家 當然他也知道 媽媽有提到說 不要亂撿東西 對 他回去之後 媽媽媽媽媽媽就有問到 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娃娃是同學送的 一句話就帶破了 從此之後田子就抱著這個娃娃 一起玩一起睡覺 甚至做功課也要把娃娃放在旁邊 就是形影不離 好夥伴好夥伴 小女孩都會這樣 那可是 一開始都很OK 都沒什麼事情 但是小女孩長大之後 到了國中啊怎麼樣的 也就不會再抱娃娃了 那他放在床頭邊可能 一不方便幹嘛 他就把他轉到櫃子裡面 有沒有 不捨得丟就把他放在櫃子裡這樣 走起來 可是很怪的事情 無論是誰啊 可能同學來家裡做這個勞作啊 做報告啊 或者是個個到房間 媽媽到房間 小女孩的房間會有很多東西嗎 什麼明星的海報啦 書啦 CD啦 漫畫啦 雜誌啊都有 每一個進來的人 第一句話都會先看到那個娃娃 然後第二句話就是說 欸這娃娃有點恐怖 可是 他那個櫃子是透明的 對透明的櫃子 那田子就會覺得 嗯怎麼會 明明就是這個Q版的娃娃 可是每個真的進來 是同學啊 誰都會說 那娃娃看起來好像真人喔 所以眼睛感覺很像是真人喔 就是一進來對到有人視線的感覺 對 你對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一進到房間 如果有個人在那邊 他不講話在那邊 你也會突然覺得 欸你怎麼在這 你懂這感覺嗎 所以他就是覺得說 明明家裡的東西這麼多 物品這麼多 怎麼一進來好像 家裡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娃娃在那邊 大家第一眼就看到那個娃娃 就是那種感覺 那田子被說久了 他也漸漸覺得 那個娃娃的眼睛好像真的有點靈魂的感覺 小時候都不覺得喔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像睡覺的時候 寫功課的時候 或者是洗完澡進來的時候 那娃娃的眼睛都會看著他 他就開始有點怕 就像那種堅持器 那娃娃眼睛會動的感覺 對 可是當然你去對那娃娃 那娃娃眼睛不會動 他就乾脆把這娃娃拿去他們 他們家裡有一個儲藏室的空間 把他放在那邊就不要再動他 就把他整個收起來 收起來沒多久呢 田子就真的才開始出事 先是他的背 脖子到背這個地方 有長血 然後就看醫生就很癢啊 一直抓破皮 流湯流水 那醫生就說 這是黴菌感染 就是擦藥保持乾燥 反正都講醫生的講的話 然後吃藥啊怎麼的 都沒有好轉 那久了之後 他就也開始有點習慣 皮膚的這個 但就變成夏天不敢穿背心這樣 變敏感性幾乎 對 然後二來就是 他這個東西困擾很久之後 有一天他騎腳踏車 放學騎腳踏車回家的時候 明明一樣的路 他卻在同樣的路的地方 突然間摔倒 他感覺他好像輾到什麼 罐子還是石頭 但沒有 路是很平的 摔倒之後 他的右腿就斷掉了 蛤 就打石膏 小摔車 然後就腳踏斷了 他不是被什麼卡車撞到沒有 就是騎腳踏車摔下去 你說手摔下去 這樣蹬到 就算了 那他這種事情呢 嘉倫也就開始擔心啦 那哥哥就有想到說 他以前練棒球的時候 腿也斷掉過一個拐杖 所以他就去倉庫裡面找拐杖 哥哥進到倉庫的時候 倉庫有很多 有很多東西 雜物啊 酒啊什麼的 一樣一進去 第一眼也是先看到那娃娃 他就覺得怪了 然後他進去之後 他就覺得那娃娃變得很兇 然後一看 第一 那個娃娃的背 全都發霉了 因為那個倉庫很潮濕 第二 那娃娃的腿不知道怎麼斷掉 有連結的感覺 所以那哥哥看到之後 他就覺得毛骨悚然 他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跑去跟爸爸媽媽講 爸爸媽媽才去追問田子 那個娃娃到底怎麼來 他才說到是在那個神社撿來的 那爸媽就知道事情 有點大條啦 就趕快把那娃娃放到盒子裡面 帶去那個神社 請那邊神職人員做儲鈴啊 幹嘛的啊 那最後就是燒掉進化 而且燒掉的那一晚 應該是說他們也不知道他燒掉了 但是他在有一天晚上 田子就突然發高燒 高燒不退喔 莫名的發燒喔 然後隔了第二天之後呢 欸燒就自然退了 他的這個背的症狀也就好了 就慢慢的變好了 然後腿也康復的很快 整個人就回到一開始的狀態 整個感覺就是那個娃娃 跟這個田子有所連結 感覺像那個草人 對對對對對 日本那種草人 對 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 跟恐怖骨有相關的故事 但是我必須說 這是我自創的故事 對 因為坦白說 一開始我在找相關故事的時候 我的確有找到一個娃娃的故事 但我覺得那娃娃的故事 有一點弱 然後他那個網友投稿的 可是你講這個故事 感覺在日本 感覺就是很常會看到 對 每天故事都會有類似的版本 畢竟寫這個鬼故事寫多了 然後看多了 很快就可以評湊聯想出來 很真實 因為我聽著覺得有點包裹熟 對 但是我說不定相信 有些人聽完之後覺得 即便是自創的 他又覺得好像跟某些事件 是有相關的 對 對 那你說的恐怖故事是怎樣 我講的恐怖故事 來自我真實的題目 真實的 真實的題目 大學的時候發生的 大二還大二三我忘記了 他就是 我們那時候練政大 在牧藏 高材生喔 對 動物園旁邊 我知道 那我騎車的時候 因為我晚上那時候會騎車 回我的老家 然後半夜再騎出來 你知道年輕人那時候 騎車 然後陪下的作品 我擺脫喔 而且那個時候沒什麼監視器啊 然後測速照相 都沒有 所以有從石定到木柵那段路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很寬敞 非常好飆 那時候騎很快 這是錯誤示範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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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自己熱血的時候 對對 但是年輕不懂事 對年輕的時候 就是騎那個是木柵路四段 從石定回來 大概過萬方路 有印象 右轉就進去萬方醫院 再過萬方路 那萬方路一個 有點左弧形的彎道出來之後 左邊不是那個很高的堤防嗎 這我有點不懂沒關係 他左邊有個很高的堤防 然後就是 就是怕淹水 怕那個台風淹水 然後突然我就看到左邊 有一排人在走路 你知道半夜11點多 整條路上沒有人 沒有車沒有燈 因為大家都睡覺 突然有五個人在那邊走路 因為騎車很快 所以你很快就到他旁邊了 然後這剛剛講的恐怖谷 那種感受 為什麼大家看恐怖的感覺 會突然的 腎上腺度上升 然後神經變得很明貝 然後警覺性很高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覺得時間變得很慢 就在我騎到他們側面的時候 因為五個人走路 側面的時候 他們五個人穿著非常奇怪 就像西方那種修道院的白牌 蛤? 全身現在長跑 因為在台灣很少見 不會有人穿這樣子啊 對半夜 然後他們沒有穿起來 裡面有男有女 然後五個人走一排 在那個旁邊那個堤防的人行道這樣子 你確定那個人不是什麼海報或是物品嗎? 不曉得 就是我剛剛講就是恐怖的感覺 我看到那一瞬間到側面的時候 時間變得非常慢 我發現這五個人給我的感覺是 不是 是那個恐怖的感受就來了 就明顯知道這個不對勁 就是你騎車騎到這裡的時候 時間好像挺住 然後你可以清楚看到是五個人 你沒穿鞋子白跑 第一個是女生 第二個是男的 三四五好像也是有男有女 然後覺得非常詭異的 起拍他們動作是一樣的 一樣的 慢慢走那種悠悠的 打得刺腳 我其實遠遠看到第一時間覺得 欸白跑嗎? 話劇射 在幹嘛嗎? 11點欸 又不是外拍什麼的 對就像那種服裝感覺 就是話劇射才會穿那種誇張的 騎到旁邊是不對勁 不太記得臉 臉長怎麼樣 但就在五個人的白跑這樣走走走走 然後我就這樣騎過去 非常的毛 我這樣光聽都覺得很毛 因為你知道我騎很快 因為他們不是說什麼 五個人 沒有 他就是很 很怪的那種騎 然後更奇怪他們的 間距是一樣 還一樣喔 有點複製貼上 五個人動作是一樣 然後五個人間距這樣慢慢走 你知道我騎很快 我剛剛講騎很快 那一瞬間就很漫長 是為什麼會 覺得非常奇怪 然後我心動的問號 非常難 然後前面遠遠的地方 剛好在到那個盜南橋 那個叫一個橋那邊 有一個警車停在那 我就想說我不要過去跟他們講 這五個人有點奇怪 我會想說我去跟警察講這件事情 他應該覺得我是瘋子吧 如果警察回頭看他們不見了 哇你還被抓去驗尿 想講算了我就 回去宿舍 會不會是五個神經病院的人 跑出來的那個 有點那種感覺 就是我心神病院那種長跑 所以那時候覺得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解釋 但因為沒有答案 對啊你也沒有回頭 你也沒行車紀錄器拍到都沒有 那一瞬間可能只有零點幾秒的那個畫面 就磕在我的腦 可是你講到這五個人喔 讓我想到日本有一個叫做七人浴仙 七人浴仙 他是在 你有沒有看過靈異教室生沒 有 他裡面就有一部再畫這個 一畫再畫這個 他就是有七個僧人 然後他們就會跟你一樣 穿的一樣 兼具一樣 步伐一樣 在這個河邊跟海邊 或是深山裡面行走 那你只要一遇到他們呢 你就會發燥生病 然後你就掛掉 然後你掛掉之後呢 他們不是有七個人嗎 第一個就會投胎 然後你就會跑到最後一個 他們叫七人浴仙 好恐怖喔 對一種抓交替的感覺 然後他們的傳聞 我是上網查 因為這東西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問誰 然後他上網查的內容是說 他們是傳聞有七個生人 他們要到 坐船到一個叫做巴藏島 是不是 對巴藏島 巴藏島那邊的時候 沒想到就是 遇到船難幹嘛 他就倒在那邊 巴藏島那邊就開始找 當地人求救嘛 對 但是當地的人 其實過得很苦 他們也沒有多餘的糧食 可以給他們 甚至還把他趕到山上去 走走走走走 後來這七個人呢 就在山裡面活活餓死 據傳是這樣轉聞 但是其實相關的這個傳說啊 有不同的版本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版本 所以你剛剛講那五個人的時候 我馬上就想到說 有這麼欺人欲嫌的故事 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沒有發掃 對啦 沒事就沒事 但是我記得說就是像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姑且把他當人的話 其實那也很恐怖 因為你如果今天車停下來 衝過來你也完蛋 對啊 不論是人跟鬼都很恐怖 不論是人跟鬼都很恐怖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遇到一些事情是 你不能去解釋他是鬼 但是他往往又讓你這麼害怕 你以前是不是有一次跑回家也遇到 我有碰過類似的一次 但巧合的一點 這兩季的時間都在至十 就是剛好進入十一點那個時候 晚上十一點 吉陰之時 所以我就覺得這兩件事情 我碰到這兩件事情 跟這個時間一定有什麼共同性 你說的子時是一次碰到五個人嗎 五個拜託嗎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次是在早點我高中的時候 高中說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就是約晚上 晚上玩一玩聊 不然今天晚上住我家好了 女的 男的啦 想太多 男的啦 你原來老弟是喜歡 沒有 不能歪勞 我們就想我們就搭公車到我家之後 我們就下車 下車之後男生就是玩這種 無聊的小遊戲 就說 打屁股啊木雞雞啊 嘿 我們玩了這種 看誰先到我家 超無聊 用跑的喔 用跑的 那我咧 老是從小學到大學都是田徑隊 你很喜歡追求速度感耶 輕鬆的玩 對真的耶 什麼都快 什麼都快 結果連在床上說 我們來看誰比較快 體力也很好 然後他一下公車就馬上跑 跑到轉彎之後 我們家就有點像N字形這種感覺 也就是說 路線 路線N字形 所以他一開始在起跑之後 我可能已經跑到項底 N的下面項底就是 把他海放了 對海放 然後我就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就趕快衝到樓上 在樓上笑他 哈哈哈哈 慢慢的 男生就是這麼無聊 廢物喔 那時候我家住在公寓的三樓 我們是項底的最後一件事 我就衝上三樓的時候呢 過程中 奇怪的事情就發生 三樓就是當我在走走走 跑跑跑跑到二樓的時候 因為以前是那種老舊的公寓的樓梯 沒有燈那種舊舊 然後旁邊那個欄杆是貼的紅色 耶耶耶耶耶耶耶 我家現在就這樣 這樣子 跑跑跑上去之後 在二樓要上 準備轉往三樓的時候 二樓這兩側是 鄰居嘛 對對對 兩邊右邊左邊 上面也走下一個人 也沒有穿鞋子 蛤 我就注意到這一雙是 女生的腳 然後因為我往上跑嘛 就是往上看嘛 然後剛剛看 先看到一雙腳 慢慢的走下來 沒有穿一些 再來是穿長裙 然後有點孕婦的感覺 有點肚子有點偉大 因為他臉很小 所以應該不是胖 然後呢 他是那種藍色的底 然後一圈一圈 白色的圓圈 喔你還記這麼清楚 就是很有那種 民國風的洋裝 那種 很素 然後這樣走下來 然後頭低著 很果然是我 看不清楚他的臉 可能因為暗 對可能因為暗 但是其他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短髮走下來 有孕婦的感覺 走下來 我也覺得奇怪 就是那一瞬間我也停下來 時間停下來 我這樣看看看看 跑上去 一直看他上去之後呢 想說算了 也可能就是 沒看過的鄰居嘛 因為都市裡面認證台 就是你上去他下來 我只是覺得奇怪 半夜你沒穿鞋子 要下來幹嘛 一個女生這樣很奇怪 然後我就衝上去不管了 我就趕快打開三樓的門 鐵門打開 然後就跑到陽台 那種舊的那種陽台 我看 這個恩志行 我那個朋友剛好從那邊 巷頭那邊開始跑進來 準備笑他 然後另一方面我也注意 那個女生詭異的地方 所以耳朵是聽著 那種聲音的那種公寓 是沒有什麼聲音 那種鐵門 關上都會有 很大聲 很大聲 我就注意說 他到底是哪一樓 因為我從上來的時候 他大概是轉身 那個狀態是他可以下樓 也可以去下 剛好他右轉 都一定會出現你的視線裡面 對他或許進二樓 他進二樓就會 那如果下一樓 那就出來 我就看他 對 我就注意聽聲音 然後也看一樓 跟巷口等我出去 我就看我頭這樣 跑跑跑跑 跑上來 我心裡就有點疑惑 那女的呢 對 我就說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女生 沒有穿鞋子 穿洋裝走出去 他說沒有 欸 欸 我心裡就問號又來了 欸不對啊 你進二樓會聽到聲音 他就算躲在樓梯間 你朋友會遇到 對 他出來你也會看到 他如果走上來我也會看到 因為我單樓是開著 我其實同時在看著 很多方的監視 他就這樣不見了 哎呦 然後我就沒有跟我同學講 他問我說怎麼了嗎 我說沒有沒有 我就不要告訴他 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我回想起來就覺得 這個很牛的 沒有辦法解釋 對啊 到底是人還是什麼 不曉得 但是那一瞬間我的確 整個腎上健術跟 神經是緊繃的 因為你看到一般人 你就走過去你不會想到那麼多 但是偏偏那一瞬間你就是 整個就爬起來 然後那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所以你所有的細節 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 你講這個故事 我想到一個故事 這是真實故事 對 不是我身上發聲 但是是我學長 跟我一個很好的學長 我可以跟你講地點在哪裡 在這個天母 天母 台北市天母 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念台北體育院的時候 我學校在天母 所以我們有很多學長姐 學弟妹都會在天母附近租房子 我上一集剛好講天母隨機殺人案 我們把時間推到2009年3月9號 下午一點多 在士林天母克強街 一處公寓內 傳出了駭人慘叫 接著一名男子 連滾帶爬地衝到了馬路上 大聲求救 是喔 我再繼續講下去 好 他那個房子是一個老舊公寓 跟你一樣 四層樓五層樓我忘記了 那我記得他在蠻靠山 算山區嗎 反正就靠有點 不像市中心那裡 有點邊邊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去問他們家幾次 對 然後那時候學長是住在三樓 那他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不知道是跑去哪裡鬼混幹嘛的 他就自己回到三樓 就開了鑰匙 然後這樣走上去樓梯 這樣上去 對不對 他走到一樓的時候沒問題 他說那個時候其實跟你講的一樣 樓梯是宅宅的 然後那大理石 然後鐵欄杆 紅色的把手 他這樣走到二樓的時候 不是左右兩邊嗎 對 跟你講怪事來了 也是在那邊二樓 他發現右邊 就是上樓梯的時候 右邊有個女的 他穿紅色的衣服 紅色的衣服 全紅的洋裝喔 然後頭髮 整個垂下來 像剛洗完頭 因為他衣服是乾的 濕的 衣服是乾的 頭是濕的 就像剛洗完頭 所以衣服乾頭是 然後他整個頭這樣垂下來 然後水就這樣子 一直滴 滴在地上 然後沒有穿鞋子 一樣 就這樣 然後就一直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學長從一樓走上去 這樣抬頭一看 看到一個女的就這樣 然後他沒有轉過來看 他就這樣 滴著頭這樣側臉 沒有動 就不動 然後我學長也不動 可是他要去三樓啊 他想說 哇靠這煞XXX 他說我還是上去 雖然是學過空手道 但是我們教的 教練教的是打人 不是打鬼嗎 第一 我不知道他是拐字眼 第二 他如果真的我彎過去 他突然衝過來 抓我幹嘛怎麼辦 他如果頭抬起來 看到什麼更可怕 對 然後他就是卡在一個 完全進退兩男 他就這樣 我要上樓可是沒辦法 他就一直盯著他看 看了很久 那女的 理當來講 應該也要發現我學長 對 他也沒動他就繼續在那邊 就悠悠的一個人 就一個人 他是人 就在那邊不動 後來我學長放棄了 他就退下去 去住朋友家 就沒上去 他就沒上去 可是後來還有後續 從此之後 他每次只要回家的時候 經過二樓 他都用跑的 就是走走走 跑上去這樣 跑到三樓 因為他就很怕再遇到那個女的 他沒有問一下附近的鄰居 有沒有人 沒有問過 因為租房子其實也不會去特別的 但是他有一天真的遇到那女的 是白天 真人 真人 他是下樓三樓的時候下來的時候 遇到那女生 他認得那女生 可是怪的是那個女的 他穿的是上班的 像那個銀行上班員的衣服 然後他的文件掉到地上 在撿東西 他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的真人 而且很正常喔 精神狀況很好 他還會跟我學長打招呼 他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趕快把東西弄弄弄 然後他在旁邊整理這樣 然後我需要看到之後 就覺得 這明明是同一個人啊 但是為什麼白天的時候他這麼正常 可是到了晚上他就變這樣 而且不只我學長 他怎麼確定他同一個人 就是他有表情嗎 我不清楚 可能不知道是看你臉 還是看身形還是怎樣 但是他是說他有認得 而且怪的是 就是因為他那層樓裡面 除了學長之外還有學弟也住那裡 學弟也說他也看過那女的 也看過低頭髮 對 他半夜的時候也會低頭髮 只是穿不一樣的衣服 但也是一樣 沒穿鞋子 然後頭低在那邊 滴水 是不是夢遊啊 我不清楚 也有人說他是不是被水鬼附身 也有人說他是煞到 還有有人說可能他家沒有吹風機 怎麼用這種方式來把頭髮弄乾 但是不管怎樣 但是他們都有遇過就是 後來大家在聊嘛 對白天的時候他是正常 但是晚上之後偶爾會變這樣 人嚇人真的嚇死 對可是你說他是鬼嗎 欸不是 但是他是人 但他跟恐怖古理論有沒有關聯 有 我覺得有 那種擬真道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時候人比鬼更恐怖 真的 好不好 好今天用一個突然插入的時間 突然亂入的時間 來老Z這邊Re稿 來講了不只一則鬼故事 好幾則鬼故事來提供給你 非常精彩 我是說白痣我是賴政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是老Z 那個什麼正義不遲到 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行 對正義 差點忘記 嚇到差點忘記 好啦我們下次見 拜拜 你繼續惹搞我走了 插完我走了 拜拜 椅子帶走 是 乾淨乾淨 可以幫我把燈關切回來 太可怕了這個 拜拜 1 2 3 1 2 3 1 2 3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 他找不到靈異錯別字的影片 要在哪裡去看 那好 今天我就要來告訴你 怎麼樣找得到靈異錯別字 第一你可以去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裡面的欄目往下滑就可以看到 靈異錯別字 除了我之外 還有老Z、蠟欺、大冰紅等精彩的影片 第二就是直接在搜尋欄 打錯別字賴政凱 那是我個人的YTT頻道 除了靈異錯別字的影片內容 還有一些相關我的生活小短片 你也可以在搜尋欄上面打 Hashtag靈異錯別字 一樣找得到 好希望這些方式 可以讓你更快找到靈異錯別字 我是錯別字 我是賴政凱 我喜歡狗狗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掰掰